电影卡诺掀起国内一股棒球热 让嘉义大学卡诺棒球队曾风光一时 但是事隔一年多后 这支由阿里山州族组成的棒球队 普遍面临经费短缺的问题 为了让这群学子能够专心练球 台中市幸福同济会启动了幸福列车计划 希望借着同济会和社会大众的力量 募集300万元来帮助球队培育棒球种子 嘉义大学赞不赞 赞 国际统计会成员排排座 一起和来自嘉义大学看到棒球队合影 因为这天台中市幸福同济会 要启动幸福列车计划来为棒球队募款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低修路夫 或者是原住民 所以我们希望他可以补助他就学 或者是补助他福祉被 让他们无后顾之忧的 可以在棒球队这条路上 或者是球学在这条路上 可以放心的继续往前冲 电影《卡龙热潮》让嘉义大学 卡龙棒球队成风光一时 但球队要永续经营还是得需要不少资金 尤其棒球队成员多数来自搭理山的州族 很多都是低收入户 不忍球员假日还要去餐厅打工赚钱 因此尝试幸福同济会 才发动会员们的力量 设计周平商品来帮球员募集资金 我们盛计了很多很多的周边商品 然后希望能够去行销他们这个卡龙 因为卡龙在维德胜导演 冲起这样一个电影热潮之后 他极确小有名气 可是力都不够 那如果有一些周边商品 能够辅助这些球团 球员球星 能够自力更生卖这些的周边商品 那相信底下明点他们的经贵 应该是不会缺少 统计会表示目标预计300万 要帮助球队负担一些生活开销和球聚泰幻 希望社会大众一起响应 让这支卡龙棒球队再度杨明立万 记者里讲的钟 差不多 好